在这一张资料里面有好几个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车子好不好 你喜欢车吗 习近平的坐车 那个红旗恩 拐动腰大解密 韩冰对车有研究 给大家来看一下 两位领导人的坐车 立刻拿出来比一比 当然国产嘛 中国大陆一定用国产 这个是拜登的凯迪拉克 家常型的理车 他的车长5.4公尺 重量8到10吨 造价呢 折合台币4000多万 美金的150万 防弹防炮基本款 而且有电子反制装置 也就是说呢 不可能会被窃听 不会被这个拍到 车门把手 还可以通电 防不速之客 这个碰一下 会不会弹出去是吗 还可以创造一个密闭的环境 抵御生化武器 换句话说 如果遭遇到这个攻击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座安全的堡垒 对不对 那个高级的这个电子通讯 可以直接跟车队中的其他车辆 五角大厦 国防部整个联系等等之类的 上面还有拜登血型相符的备用携带 供养设备 就是说如果说是世界末日的话 这辆车可能都会撑很久 对不对 是不是 里面有没有食物 不知道 再来看红旗的N这个拐动腰 就是习近平的坐车 中国版的野兽 超级防弹 野方炮 两侧是流线型的大灯 另外我们看到 它的这个中央水箱罩 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的格栅设计 蛮特别的 迁入了代表红旗轿车的标志 今年七月份访问香港的时候 第一次亮相 它的生产规模呢 大概是十年组装五十辆 年均组装只有五辆 极度高档 最高规格 它也是怎样 你看到光是车厂 工人生产线 是专门的一条线拉出来 不是跟其他的混在一块 那再来看一下G20峰会的官方用车 大陆的武林 晴空Air等等 新能源电动车 我们知道大陆在电动车的这块 最近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强 来我们寒冰先来谈一下 这个两边的坐车大比拼 其实你看光是你们这个板上列出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这边虽然它是机密 但是它好歹有列一些稍微 它有一些特征什么东西 中国大陆几乎全部都在外形上的特征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它完全保密 所有的资料完全不提供给外界 它为什么要专门的车厂工人生产线 理由很简单 它完全不对外公开 那些工人都要经过身家调查 所以你要绝对的 不可能会泄露机密 它才会让你进入这个生产线 那就慢慢做 那就是一年只组装舞台而已 非常非常少 所以它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有哪一些防护 抱歉 除非你是相关的人士 不然的话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搞不好习近平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中间有太多的机密存在 我觉得他基本上的功能跟这台VIST应该差不多 实际上VIST是欧巴马上任之后才改了称号 因为以前他们其实比较喜欢用林肯 然后后来欧巴马之后 他们最近这最近这几天都喜欢用凯迪拉克 那凯迪拉克这个家常行李车呢 造价当然150万美金是账面上 实际上听说远远不止 因为听说150万是那台车子的价钱 只有硬体的部分 对 里头那些配备是另外算的 所以那个价钱是天价 有记者曾经去目视 因为他所有的规格几乎也是保密 有记者曾经去目视 他光那个车门厚20公分 你知道我们的云豹假车多厚吗 就蔡英文坐了然后被骂翻那台 多少 一公分 真的啊 差那么多20公分 天哪 所以当然他的20公分不会全部都是装甲 但里头一定有很厚很厚的一层装甲 而且他防火 一样防炮级防枪级然后 他的各种核生化的环境下 他都可以保证车子里头有一定时间的存活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视为一个 长得很像里车的坦克车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里头的通讯设备是最重要 好防炸防炸是这个基本款 刚刚寒冰谈到了 假设遇到那个最可怕的一个情况 你看他里面连这个血带供氧设备都有 所以拜登在里面的时候可能应该会配备有个私人的医生吧 是不是 他们其实都有团队 而且出去绝对不会只有一台 对 他通常至少三台以上 对 所以就是让第一个迷惑 万一有人要攻击他可以迷惑 那第二个随时其实都有一些包括特勤 包括这些医疗救护人员都随时在撤 而且美国总统是不管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他只抓他自己的车 不像上次那个英国女王去世的时候 其他各国元首不是有的被逼的还要坐公车 那个就比较逊一点 那拜登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坐车 所以美国总统因为世界第一强国嘛 他这个所有都是高规格的 我刚才忘了一个讲 他光是玻璃就厚 你知道十几公分 大概这么厚 这样的玻璃啊 天啊 所以他那个玻璃基本上你用 你用一般的炮恐怕都很难打穿 一般那种小炮都很难打穿 所以这个都是为了最佳的一个防护 那习近平的一般认为 他这个防护也不会输给这个The Best 基本上两个应该是同级的 而且他的造价恐怕更贵 那你刚才讲的那个很有趣 因为确实讯息量比较少 那你看这边都公布了 比方说这个车门可以通电 那如果有信任就知道嘛 这个就会避开这个地方 对就会避开啊对不对 但这个完全没有讯息 但是有一个就是全部怎样 全部是单独的这个生产线 他不跟一般的车子回来的话 连工人都是 对因为红旗车厂本来就是 中国大陆官方的车厂 他本来就只生产一些 相对供应官员的这些车子 那这一款是超级特别少的 所以基本上他每年就只生产五辆 一年才五辆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整个防护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像那个拜登跟美国 他们习惯就是用好几台 然后前后车队这样子去迷惑敌人 然后随时产生保护 那习近平跟北韩有一个共同 很特别的习惯就是 你看他们要离开一个会场的时候 都会有随护人先在旁边小跑步 对 就这样先夹着这样跟着他慢慢跑 要等到所有的安全确定 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 这些人才会离开 所以我觉得双方虽然车辆本身 应该是同级的 但是整个防护的观念 跟整个反应的方式 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差距非常大 刚刚这个韩兵讲到小跑步 大家印象很深刻嘛 上次这个金针出来的时候 旁边的两排人员 穿黑西装小跑步 内幕抄袭巾有没有 画面中看到 然后但是我要讲的 小跑步不是随护 是拜登 拜登也小跑步 这个还蛮特别的 特别特别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它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次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 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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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